7月9號他又打了莫德納 家人是完全不知情 看到兩張的接種卡 才發現事情大條了 更離譜的是 他的健保卡上 正反面都貼的施打記錄的貼紙 現場的醫護人員 竟然都沒有發現 衛生局調查後發現 醫院沒有先檢查他的健保卡 就先幫老翁來打疫苗 四大關卡通通失效 拿出76歲爸爸健保卡 正面貼的AZ疫苗貼紙 翻到背面 竟然又一張莫德納 家屬控訴兩個禮拜內 混打疫苗 全家人嚇壞了 老翁原本在6月24號 已經施打過AZ疫苗 領到接種卡 但家人在老翁口袋 竟然又發現另一張莫德納 施打時間7月9號 還在銅建醫院 質疑是全國首位混打嗎 發現事情大條啊 趕緊拿出健保卡 正反面竟然都有貼上貼紙 怎麼都沒有醫護人員發現 其實在填接種醫院單的時候 就要檢查健保卡 那所以當下是不是沒檢查到 根據施打疫苗SOP 民眾入院前先刷健保卡 醫師問診看就醫紀錄才施打疫苗 健保卡同時註記日期 但混打老翁情況 根據家人描述 一開始就沒先刷健保卡 問診也沒發現老翁打過疫苗 甚至健保卡還重複註記 查閱健保卡資料庫 同樣為註記施打紀錄 四大關鍵關卡全部失效 我們是真的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當下的心情 就是糟了糟了 健保卡的一個詳查的部分 應該是在放在前面 注意到標示貼紙這個部分 衛生區已經跟老翁 跟家人聯絡上 每天記錄生理狀況 不讓救命的疫苗 反倒成為健康殺手 記得送陪成馬交易網輸紅高雄到